我們看這一題 它如這個圖 滑輪及神重不計 M1是3公斤 這等於3 M2是2公斤 如果M1及M2 向上的加速度的量子比是1比2 就是說 向上的加速度 M1A1 A1比2的狀況 它跑得比較慢 比向A2 這是1比2 假設Z是等於10 好 那麼它問 這個拉力挺多少 這個是沒有重量的 所以這個M是等於2倍的 繩子上面 好,那現在怎麼做 我們這樣做好了 我把這個看成了一個電梯 看成電梯的話 這個滑輪 假設是綁在電梯上 我現在要算什麼呢 算這個張力 算這個繩子張力 好,那我現在站上去看的時候 我假設它的電梯的加速度是A 滑輪的加速度是A 那我站到裡面看的話 我發現有一個人等下重力場 一往下 跟原來的那個中力場 G合成 它就等到這樣 所以就等到 Gプラント 等於G加A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再站在裡面看 站在裡面看這個問題 這時候我先把對向盯這裡 盯這裡的話 這是那個3Gプラント 這繩子張力T 這個比較大 3Gプラント 這M分Gプラント 這是合成重力場 減掉T 這個等於這個M1 然後乘以那個A' 說到A'的話 是這個相對電梯的加速度 然後這個呢 這是張力T 減掉M2 M2的話是2 就2G 2Gプラント 等於M2 M2是2 2A' 它的MV4等於3 好,那我可以把那個A'算出來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這樣就消掉 所以Gプラント 等於5A' 那Gプラント 那Gプラント呢 是等到 是等於那個 Z加A 那A'什麼 A'是2 相對於滑輪的 它的焦度 所以是等於5倍的 5倍的A2 它在 減掉多少 減掉A 所以可以列出 A2跟A的關係 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說 它相對於它的焦度 往上的話 它相對於它的焦度 也是往下 兩個一樣 也就A2 減掉A 那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A1 那個 會等於那個 A減A1 因為什麼 因為它相對於它是往下 那它相對於它是往上 A1 減掉A1 那這樣呢 我就想說 2A 是等於A2加3A 不過它條件有給 給說 A1比A2等1比2 現在我要解A2 所以就把A1換掉 A1等於多少 A1是等於2分之1A2 A2 等於2分之1A2 等於2分之3A2 2A 不是A2 2A 是等於2分之3A2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那個 算出來 再到這裡 這個 我再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這多少 5A1 6A 等於5A2 減G 那我把A2的話 2A給代掉好了 那6A就等到2分之9A2 2分之9A2 2分之9A2 等於5A2減G 那這樣A2就算出來了 移過來 5減2分9是2分之1 2分之1A2 等於Z 所以 A2等於2Z A1 A1 等於1 A1 因為它是1比2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什麼 算出那個 他要算出什麼 算出F 那F等於2T 那現在問題是T等於多少 T T代入這裡 T的話代入這裡 A2 我就用解的好了 把它減上去 減上去 減上去的話 那A等於多少 不然我們在這裡 再給它算一遍 那A2小得 A2A1小得 那我現在算出這個張力海 算出張力 T 減掉多少 M2 2 G 會等於M2 A2 那A2知道 所以T等於多少 M2 M2的話 就是2 那乘以多少 乘以G加 A2 A2 A2是等於2G 所以F等於個人 M2 A2 M2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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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M3 M4 M3 12乘以10 所以是120牛頓 所以答案是120牛頓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A 120牛頓